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龙江 蓝绿交锋国会扩权法 视线已经到肉搏战了吗 昨天蓝尾陈玉珍跑去民进党团的门外 旁听记者会 后来直接进门吵架 还要求无私要道歉 这个钉梢踢馆还要怪别人 怎么有这种事呢 那今天徐晓芹呢 也跑去民进党团的办公室门口 一公尺的地方 说要声援陈玉珍 也要旁听记者会 奇怪了 这过去蓝绿都会互相尊重 不会去踢馆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呢 那陈玉珍是有什么压力 得亲自去旁听 有这么急吗 那听闻之后要做什么呢 而徐晓芹是看到陈玉珍 抢尽声量赶快来蹭吗 媒体报道 中共派记者进摄影棚 盯烧台湾的政论节目 陆委会证实要跟文化部 一起做行政调查 那如果属实 这家电视台会面临什么处置呢 而从中共渗透台湾媒体 到蓝尾直接去绿营踢馆 甚至星座专家唐启阳 因为跟蔡总统 还有变装皇后 这个尼菲亚的合照 遭举报为台独 在中国一夕之间遭到封杀 所有中国的社群平台 都停止更新 红色跟蓝色 正在步步禁逼台湾吗 而白银也在加大力道 抨其绿营 黄国昌骂卓蓉泰 凭什么冻结法律 你什么身份地位 那柯文哲也痛批 赖总统疯狂领导人 向希特勒 走上独裁的第一步 总统府反批 你才是带头造谣 侮辱民主自由 那事实上 柯文哲常自比为皇帝 有脸讲别人吗 另外金融市长谢国良 施政又有新的争议了 最新局局发展 见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洪生汉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再来是民进党 新北市员周冠廷 中江哥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员吴郭栋 中江哥好 再来是国民党 桃源市员林涛 主持人大家好 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还有财经专家 许清皇 中江哥好 特地拿卷尺量100公分 国民党立委徐晓芯 跑来民进党团记者会外面站岗 帮前一天被绿云指控 丁绍的陈玉珍出气 陈玉珍委员他一开始在门口 竟然被解读为丁绍 这件事情是民进党有被害妄想症 在民进党的记者会党团的 外面的100公分 那我就要看 难道这样子 我也侵犯了民进党吗 就怕徐晓芯有动作 媒体纷纷转过来拍 会议被干扰 让绿营很无奈 大门被堵住 他们改从侧门离开 徐晓芯也不放过 自己的正门都不敢走 就是知道昨天做错事了 辛苦你们了 即便绿云立委们绕远路 不想跟着起哄 徐晓芯还是守在会议室外不肯走 是要怎么走啊 100公分的距离完全可以离开 那是记者朋友挡住你了 记者朋友如果他愿意往出来的话 请问你们愿意让吗 你们愿意让路让他出去吗 把问题丢到我们这边好不好 甩锅给媒体立刻被回呛 这一回轮到徐晓芯尴尬 他出格的举动也在网路被沿上 民进党立委们纷纷哭搜网路梗图 极了的图片 好我们先来看了 这昨天栏尾陈玉珍跑去民进党团 门外旁听记者会 那后来还进门吵架 要求无私要道歉 今天呢 徐晓芯看起来是一样画葫芦 也跑去这个民进党团的办公室 门口一公尺的地方 特别说还拿了这个此来粮 说要来声援陈玉珍 那也要旁听记者会 先讲青黄 这个徐晓芯的动作是怎么样 看到陈玉珍昨天 抢进媒体的镜头 所以今天赶快来蹭声量吗 怎么可以让陈玉珍一个人 独占所有声量呢 所以对于徐晓芯来讲 当然这个时候进来分一杯羹 是刚刚好而已嘛 那所以我们要先讲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场丁梢大战 为什么叫丁梢大战 这个如果有印象的话 本来我们在讨论的是 台湾有政论节目 遭到中国国台办的渗透 然后呢派人来 尤其他的身份是新华社的记者 派新华社的记者 到政论节目制播的现场丁梢 所以丁梢这两个字是这样子来的 那你知道昨天丁梢这个字 其实大家一开始都没有特别注意 大家注意的是政论节目 被中国渗透的问题 所以昨天大家第一时间 在问了到底是哪个节目 结果没有想到 当民进党团拿着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遇到了陈玉珍乱入 那陈玉珍乱入这件事情呢 让整件事一开始产生歪楼的效果 陈玉珍为了丁梢两个字暴怒 我只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第一个反应会觉得 陈玉珍情绪控管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老实讲丁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 是 今天大家问题是在问这个 你要去了解对手的党团主张 你要去了解对手在讲什么 那都是你的自由跟权利 尤其你的身份都是立法委员 没有人会干预你 所以你到现场去也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听到丁梢两个字你就生气 好 当这个阶段 老实讲 这是要互相尊重 因为蓝绿其实之前 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今天变成是蓝尾一定是迫不及待 要跑去丽营那边去了 而且他就是一个像踢管的动作 可是中间我们要讲 因为这是不寻常的举动 老实讲 然后呢 这个里面夸张在这个地方 就是陈玉珍做的事情 让大家觉得你听到丁梢就暴怒 而且就打断人家开记者会 弄到现场看起来一片尴尬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很离谱了 是因为国民党的洪梦凯 他们还要去把陈玉珍给带走 从带走这个动作 你就知道国民党也不会认为 这动作是合理的嘛 没想到这个时候呢 许巧新国民党立委也出来加码 加码什么呢 说要声援这个 要声援陈玉珍 声援陈玉珍呢 特别在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的时候 站在他两个点 第一 站在门口100公分的地方 然后呢 前后20分钟的时间 那我只问一件事情 请问这有什么意义吗 你要证明什么吗 你到现场去 这个离民进党团 这个站记者会地方100公分 然后在那边20分钟的时间 然后说我这个动作 就是要声援陈玉珍 天啊 你要声援陈玉珍是什么 第一 声援陈玉珍 在这件事情上 情绪管理可能有点问题吗 第二个 在这件事情上面 陈玉珍暴怒这件事情 难道许巧新认为 洪梦凯他们把这个 陈玉珍带走是没有道理的吗 如果是的话 那表示徐晓鑫观念跟洪梦凯他们不一样 徐晓鑫是认为 陈玉珍要继续留下来 继续暴怒 对他们来讲台是对的吗 所以这里面我们总结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 陈玉珍到现场去为了叮烧 去杠上民进党团的记者会 他让这个民进党团本来的主题 在谈的是 政论节目有没有遭到中国的渗透 对 这个敏感的题目 你怎么会跑来这边来暴怒 这是不是哪里有玄机呢 陈玉珍当然可以声援陈玉珍 但回你的党团办公室 你跑到人家绿营办公室来干什么呢 今天还讲说 这没有了解这个对手主张的权利 那甚至因为媒体太多了 所以就堵住这个绿营党团办公室的记者要出来 当然就堵在那边 那后来吴思耀跟这个柯建平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只好走另外一个门 结果徐晓鑫竟然说 如果绿员们不敢走正门离开的话 就代表他们心虚 冠廷有这样子的 我先讲 今天谈这一题我非常的愤怒 因为徐晓鑫成功了转移焦点 民进党今天在那边开 四线的七个理由的记者会 结果徐晓鑫用最廉价的方式 把所有的主题焦点全部破坏掉 而且是非常廉价 非常没水准的方式 这个地点是民进党的党团的办公室 我们以前当国会助理 不会有人干这种事 我来讲不会有人干这种事 人家在开记者会 今天你退一万步讲 你今天在办什么活动 我就会站在门口 你在干嘛 以前大家会蓝绿位互相尊重 对啊 现在没有了 完全没有 所以我想徐晓鑫就是在秀下线 徐晓鑫今天秀下线到什么程度 说真的在耍猴戏到 到现场拿皮尺 有备而来 拉出皮尺 说我今天距离党团记者会 只有100公分 我这样子没有干倒你们 我在一个公共空间 你在干嘛 你今天来现场说声援陈玉珍 结果后来还对着窗外 然后在那边叫嚣 后来发生一个插曲 我最生气 你是在干扰媒体朋友的工作 今天因为场内 民进党还开记者会 开完之后 徐晓鑫在场外闹 闹完之后 场内的记者要出来 因为被徐晓鑫在门口 跟场外的记者两边卡住了 里面的记者出不来 你知道徐晓鑫居然把责任怪给谁吗 把责任怪给场外的记者 他跟场内的记者 因为外面有记者 所以卡住你们出来 徐晓鑫 你没有站在外面挡到别人通道 记者会跟记者卡住吗 我说这两天的状况 从昨天陈玉珍到今天徐晓鑫 你在干扰别人工作 我们以前在立法院当助理就很清楚 立法院记者是很忙的 一场记者会接一场记者会 结果昨天陈玉珍 耽误了二十几分钟 大乱斗 今天的徐晓鑫 我跟现场的媒体朋友 大家愤不愤怒 愤怒啊 可是为什么 一定还在那边拍他耍猴戏 因为各媒体有漏不得的压力 徐晓鑫 这个是重要新闻 不好意思 从内容本质上 这哪门子重要 这不重要的新闻 这就是一个来乱的 来干扰别人记者会 是最秀下线 最没品的行为 来 我跟大家讲 国民党为什么 截二连山这样做 就急了嘛 急了 急了嘛 急什么 急了嘛 这个动作 大家看到这两天的迷因图急了嘛 你在急什么 国民党这几天 经历几件大事 第一个大事 谢国良 罢免可能即将达标 第二个大事 国会获权法案 民进党团申请示线 第三个大事 我们台湾的政论节目 居然有疑似新华社记者 进来指挥 所以国民党 他看到这个事情 民进党两天开的主题 就是两个主轴嘛 昨天我们开的就是 政论节目的相关 希望有关单位 可以介入 今天开的记者会 是我们事先案的理由 这两个事情 国民党 你可以开记者会 好好跟我讲 你们的态度 你们的论述 国人同胞来评断 结果你们干了什么事 你们干的事情是 直接来破坏别人记者会 中央客 我必须讲 从今天开始 这不是什么互信的 是立法院 完全没有过去所谓的传统 没有过去所谓的默契了 从今天开始国民党 你可不可以开记者会 骂民进党的人 我们就重去现场 没有人这样干的嘛 我这都讲 徐晓鑫少在那边讲说 这个记者会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听 我跟大家讲 过去的惯例 两种状况 现场会有人听 一种状况 如果今天是立法委员 攻击某个部会 部会的人到现场去 他现场直接回应 或现场了解状况之后 回去让部会 可以回应这个立委的诉求 部会会派联络人到现场 第二个 如果我今天点名对方 我举例 今天我开记者会的主轴是 林涛888圈圈叉叉 林涛可能到现场 跟我来 两个人直接冲突 这个冲突老实讲 对媒体朋友来讲 大场面嘛 我敢点名林涛 林涛在现场来呛声 今天关徐晓鑫屁事啊 今天我们开的记者会是 国会扩权法案的七个理由 你今天跟你徐晓鑫 到底有什么事 你来现场冲场 是冲什么意思的 全民要谴责 这事情无关蓝绿 大家就谴责这种行为 是的确 申汉文 徐晓鑫今天来 大概也是蹭声量 但是陈玉珍看起来 是比较不寻常 他看起来 昨天这样 怎么能这样听 所以听完之后 他是要回报谁呢 这让人觉得 有很大的一个疑问 为什么过去蓝绿 基本上都还可以 互相尊重 但如今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昨天 陈玉珍在民进党团 记者会事外的动作 坦白说 真的非常诡异 这不是只有 民进党的立委这样说 连很多在立法院的记者 都是说很诡异 很怪 为什么很诡异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 民进党的委员们 发言的内容的话 其实现在民进党团的记者 都是全程实况转播 都是全程直播的 其实你就好好的盯着直播 看就好 你看哪一点爽 哪一点不爽 你还可以把它截图下来 你还可以把它剪下来 都没关系 你想怎么做又怎么做 大家互相尊重 那你到底为什么 要用那种方式 那畏缩在那个门后面 然后用那种方式 在那边听 真的非常奇怪 这让人不惊怀 说你是不是有想要去掌握 甚至不只是直播的讯息 甚至是更多现场 其他的资讯 对 所以你才要在那个现场 用这种方式 来在那边这样子 因为老实讲 过去如果真的是立委 很急 想要知道最新的讯息 可以叫助理去吧 对 但不会自己去啊 好 然后再加上一个事情很简单 你听完以后 而且你再进去大闹20分钟 我其实强烈的怀疑 到底是不是因为 昨天民进党团的主题 就是在讨论 中共手伸进去台湾的媒体 甚至再去指挥 我们的政论节目 到底是不是因为 就是这么敏感的主题下 所以你才有一个 这样的动作 所以我今天就要问 到底陈玉珍 你是不是在回报谁 你在回报给谁 为了谁回报 那今天早上 许晓星的动作 我觉得更好笑 他拿了一个尺 在那边量 然后说量一公尺 然后说 我现在占领你民进党团 超过一公尺 这样总可以了吧 然后我站在这边 占领一公尺的地方 我说这样可以了吧 我这样我要声援陈玉珍 我说 徐晓星委员 你其实嘴巴说 你声援陈玉珍 其实你又再一次的打脸陈玉珍 你说我站在你一公尺 总可以了吧 你不就是在拴陈玉珍 你昨天干嘛跑到 民进党记者室里面吗 昨天难道陈玉珍 没有跑进民进党的记者室里面吗 难道昨天陈玉珍 应该跑进 民进党的记者室吗 如果有 如果他觉得很正当 为什么洪梦凯要把他拉回去 对 而且洪梦凯现在知道 洪梦凯说那不妥啦 洪梦凯现在也知道 陈玉珍不好拉咯 以前都只有民进党拉他 在议场里面都是民进党拉他 现在洪梦凯知道不好拉咯 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是不对的嘛 所以徐晓星其实用了一个 看似要声援他的方式 再一次的打脸陈玉珍 我就是告诉 他的意思是说这不妥嘛 你就是进到里面不妥嘛 其实我觉得党团跟党团之间 不管你要怎么样子做延迟的攻防 基本上有一条互相尊重的界限 对 你要怎么骂 你要怎么批评 你要怎么攻击 大家尊重你 一样民进党在这边开我们的记者会 我们怎么讲 我们拿出我们的道理来 跟媒体诉诸我们的正当性 大家不互相彼此 不互相干扰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今天从陈玉珍来 到徐晓星来 每一个都是用一种 我觉得非常没有下线的方式 不知道明天换谁来 真的不知道明天换谁来 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是罗志强来 罗志强来 还是王宏威来 还是甚至在下面是傅昆琦 会不会自己来 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这个是 还是其实想想 他们是不是在轮班 是不是轮班 现在一场没得轮 现在就跑到民进党党团 直接来门口轮班 我们真的搞不清楚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所有现在已经 这不只是民进党的立委 连记者的朋友都觉得 非常诡异 非常可疑 目的为何 我觉得这是现在 不管是陈玉珍也好 徐晓星也好 或者是国民党团也好 你们应该讲清楚的嘛 我要问 其实涛哥在现场 一个立委搞到 一天到晚拿这个吹直笛 然后拿一个卷尺在那边凉 你真的是要来立法院 做立法委员的工作吗 的确做民意代表 不管是议员或是立委 真的要有一个隔掉 这个林涛可以稍微回应 稍微想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做 会比较适合 因为昨天洪木海都说 他坦诚不妥 你偏偏选在中国官媒 介入台湾节目这个议题 停下脚步 难怪被立委逮到把柄 对不对 连洪木海都觉得 你这样的行为是不太妥的 那因为当下 现在这个媒体所报导的 中共渗透台湾的政论节目 国台办有回应了 说那个就是假新闻 说是全面造谣 当然你要这么讲 那反正这也是你的自由 只是说那国台办 你自己要不要说明 为什么像星座大师唐启阳 跟蔡总统 跟妮菲亚合照 竟然被举报为台独 然后在中国的社群 要全面停 跟要全面被封杀呢 杰明哥怎么样看 这样的情况来 中国很多的这些上班族 他们现在崩溃了 因为你知道中国现在很竞争嘛 内卷 所以他每天出门的时候呢 都要看一下星象 来决定今天要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对 因为他要避免 就是你知道吗 人在比较竞争的环境 或者比较相对低潮的环境 都是神佛嘛 所以台齐阳在这个中国 其实是很有名气 他包括他的星象的预算 还有衣服的颜色 今天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其实很多的中国的这些上班族 都以唐齐阳作为心灵的导师 那最近崩溃一队 就因为他到5月30号就停更了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到5月30号 唐齐阳就没有任何的讯息 没有任何的讯息 连部在 连单纯讲星座怎么样都不行 什么都没有 就是唐齐阳直接在中国蒸发 就消失了 就消失掉 那这件事情 你知道他停更了几天 因为唐齐阳是会有每天做这个 每天的这种 我说